情人过积极 财人就荆棘 今天没人爱 这里有爱 情人过积极 财人就荆棘 今天没人爱 这里有爱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美国股市昨天就指数的部分变化不大 但是NVIDIA的股价中场涨了接近 我记得是8.4还是8.5% 那股价离前面的高点非常的接近 搞不好今天就要再创一个全新的天价 那NVIDIA之所以大涨 除了美系的一些 或者是国外的一些大的投资银行 外商 外资 情以色的陆续再调高他的目标价 500多的 600多的 800多 甚至1000块的都有 就带动他的股价在财报公布前就先大涨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说 英国政府也跳出来 说要先花大概1亿英镑的预算 大概台币大概40亿左右 也是要抢购所谓的NVIDIA的GPU 要架构 AI的运算中心 那这说明了 我就说现在是一个军备竞赛期 已经不只是大公司 比如说Microsoft Meta Google Amazon这些大公司 全力的在抢夺AI的相关的军备 比如说伺服器 零组件 最主要的是AI的GPU 大家不断在抢 现在甚至以国家为单位 美国都企业 其他的比如说中东的 沙烏地阿拉伯 要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AI的城市 现在英国也跳出来 中国也不断的在抢 后面我认为会越来越多 所以因为大家都没有人敢在AI的新时代 被人家拉开一个距离 所以他都在抢 所以未来三年至少 整个产业的平均年增率超过五成 这个是看得到的 所以你不要怀疑 就是说AI它就是一个 那第二个重点 昨天就提到了先人植物 世新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停 涨停满2380 另外一档古王信华 目前2390 盘中一度的都比世新来的更低 所以我今天在盘中文章我就说 他今天跟信华 大概就是并列古王 并列古王 过去的古王叫大立光 现在剩2000块出头 时代真的不同 所以我说当世新突然间冲出来 变成古王的时候 代表这是一个AI新时代的开始 就算20几年前 好像是27年前的PC时代 广达技嘉曾经都是古王 后来十几年前的智慧型手机时代 宏达电 大立光 现在进入AI新时代 每一个新时代前后都好 大概十年AI不例晚 现在才刚刚开始前两三个月而已 那新古王就已经出现了 这叫仙人指路 代表这个时代他已经来临 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他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 看你要不要去把握 把握了有可能你的财富 在未来这三年当个好几倍 十几倍都有可能 但如果你只是要当一个观众 当一个路人 纯欣赏 或者经过就好 那很抱歉 未来这个趋势就跟你都没有关 所以大家一定要功逢其胜 一定要去参与他 这是可以再度致富的一个 人生最好的一个机遇 那以技嘉来说 昨天高点320 今天强力拉涨停 来到341.5 还原全值当初配了6块2 还回去347.7元 刚刚虽然打开 但这随时都有机会锁回去 股价超级强势 当初我就说他叫做什么 他叫做银帮地儿 因为他同时手握 NVIDIA跟COLIV的两个公司的大单 那NVIDIA大家都知道 但COLIV这家公司 大家就很陌生 C-O-R-E-W-E-A-V-E 我想大家自己去Google查查看 他过去是做挖矿相关的生意的 后来挖矿不行了 他就转入GPU的云端 算力的服务业者 你来租我的机台 我提供你算力 AI爆发之前 当然看起来就没那么好 但是当OpenAI带动整个算力需求 大爆炸之后 Microsoft因为自己 旗下的OpenAI就是TRAP GPT 算力就不够 所以只能找这种云端算力的服务业者 来跟他买相关的服务 所以不只是买他的算力 还注资好几亿还是几十亿的美金 详细金额我再查一下 去投资他 NVIDIA也投资他 所以未来他要在美国至少要架设 十几个云端运算的资料中心 需要大量的所谓的AI的制服器 那因为NVIDIA本身有投资他 是大股东 所以当大家都缺GPU的时候 他相对来说 有优先拿到获得这个机会 因为比如说Amazon 他除了跟你NVIDIA买GPU之外 他也自己开ESC的 比如说跟世新买 所以对NVIDIA来说 纯粹跟我买的 就是第一个要照顾客户 而且我还有投资你 所以我当然优先出货给你 那技嘉拿到他的独家大订单 加上NVIDIA订单 年出货量上开1万台 每一台我就说30万的美金 1万台上开900亿的台币 那预计8月份就会出货 看到营收贡献 我估计8月营收 应该就会跳到百亿之上 那如果这个预期是实现的 后面的出货是会越跌越高 越跌越高 单月的获利可能会从 一块出头会跳到 maybe就两块钱 到时候那个营收获利走势 就是银帮的翻版 明年估计25到30 所以我就说他有条件是银帮第二 那今天涨停板 还原券是347.7元 我认为这个技术线型 两只脚或者三脚收链的整理 大概都进尾身了 这已经是一个突破的迹象 突破迹象 这已经是一个突破的迹象 这上去 我认为很快就过高 谁帮大家选的 其实真的都是最棒的股 华硕 上周五 399 凭这一波段最高价 所以人家在回档的过程 其实华硕 根本就没有回 很多打两只脚 他只是横盘整理 几乎就回到高点 那礼拜一 391 今天高点 来到397 也是随时要过高的格局 随时要过高 同样的手货 NVIDIA得大的年初货 超过伤害1万台 而且华硕这种PC的龙头上 长期跟NVIDIA跟AMB的合作关系 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所以他很有自信 他也认为他不会缺料 你下单给我 我跟你关系又特别好 他不只是要他的AI晶片 他的绘图晶片等等 基本上他长期合作的关系 所以非常看好 后面的业绩要成长5倍 加上PC同步复苏 下半年可以赚不少 今年至少15块钱 明年超过31块 同样的乘以20倍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 这么看好技嘉跟华硕 因为他们都有AI的大胆 而且从下半年的业绩 就会开始一路想上 加上华硕来说 这一波AI龙头股 它涨不最少 后面的空间是可以预期 所以我才会说 当前一个多礼拜 AI是不是先反弹一次 打下来第二只脚 到现在再慢慢往上 那时候我就说 打第二只脚 其实是大家的机会 打完之后上去会更强更快 我给大家的三个策略 我说第一 趁着AI股拉回修证的时候 空手者优先买AI龙头股 AI龙头股就是我说的 比如说技嘉华硕或者广达 今天涨到267 这波是领先过高到280块半 你去看今天的盘式 就是我说的拉A盘 以前叫拉机盘 拉台积电 现在叫拉AI盘 拉A盘就类股走势来说 就电子股涨最多 其他的几乎全军覆没 这个电子股里面 就AI的相关在涨 其他的全部都不行 所以你看到指数 今天可以涨六几点 其实涨的大部分都跟AI有关 包含什么IP股 M31 四星等等 全部都是 银帮再创新天价 全部都是这一块的 其他的完全不涨 而且你现在军工股 一堆都大跌 所以我就说 空手的 你就优先买AI龙头股之外 你不是AI的股票 你一定要换AI股 有换没换 大家冷暖自知 今天你看看你手上股票 跟AI的这些龙头股比比看 没有跌已经是万幸 一堆都在破底 但是这边都是打涨 假AI换真AI 那这个你就要有相当的分辨的能力 有换没换 看广达就知道 昨天265 那今天股价来到267 明年估计至少20块 乐观点超过25块钱 比方说25 就说20块 抓个20倍本一笔 到现在股票空间 都还超过百元 而且就像我说的 大厂优先下单给龙头厂 大的法人敢买的 现在全球景气这么差 中国的经济一副快不行的样子 你以为法人敢买什么 难道买那些景气 景气很烂很烂产 因为绝对不是一定都是买AI 那会敢买的优先都是龙头股 所以就是广达基加华硕这些 还有唯一 昨天1710 今天的没有硬到 最高达到1740 股价也是两只脚之后 开始越盘越高 今天最后一条均线 看起来这边也快突破了 最后一条的均线是月线 站上去就我认为就快 因为我就说世新今天已经 一度再度成为股王 几乎跟信华并业股王 代表我们迎来的是一个 AI的全新的时代全新的主流 才开始两个多月 未来在AI族群这一块里面 IP股本益比最高 世新有其优势 但EPS获利最高的 有机会就是唯一 手握中单AI大单 中东AI大单 明年EPS上开100块钱 我认为以这个获利 前面这高点2145 绝对不会是他的最高点 要过绝对不是问题 他终将争霸股王的宝座 所以这一波我们是买1630 到今天最高1740 小赚超过100块钱 今天到目前为止1730 刚好赚100块 我认为这只是刚开始而已 这1000多块的主流股 上一次赚200 这次我认为要赚超过200块 机率是很高很高 所以我们的资金就是不断在 AI的属性里面来回操作 你可以一档股票上下操作 或者赚完A换B 赚完B换C C赚完之后回头A 比如说情城赚完 换银帮 银帮飙上去之后 回头看看 情城又可以买的 回头再买一些 但是就是你不能跳脱主流 AI的主流这个产业 然后勇德 千云收创新高 第二季大赚1块49 国内有广达大单 国外有中东AI的新的大单 今年估计就6块 明年8块钱 所以这一波跟广达一样是 领先过高的强势股 然后目前稍微做一个拉回的修正 我觉得OK啦 先过高 先整理 整理完之后会再过高 大致都是这个节奏 所以只要节奏不要乱 不要去追高杀地 好那这个趋势 跟着陈老师慢慢转 然后这波最强的 AI标股当然就首推 就是银帮嘛 礼拜四 3.1% 创新天价527 礼拜五565再创新天价 礼拜一575再创新天价 今天已经来到635 再创新天价 因为昨天尾盘是拉涨停盘597 只是我这个资料是昨天盘中就印 昨天晚上就涨停597 今天就破600 最高来到635 再创全新天价 而且创高之后 没什么卖压 这我说的根本无需预设高点 297买到635 大赚338块总共已经113% 昨天盘中文章我还在说 可能明天就会超过100% 就昨天拉尾盘尾盘就超过100% 今天再涨上去已经113% 100万变成223万 所以我说AI把我办这波真的是赚翻了 连335买的到今天635也赚了300块 这是90% 明天再涨上去也是一倍 也是一倍 但600多不用再追了 有持股的跟我一样都已经远远脱离成本 就抱着让他越赚越多 但是你没有办法预测盘是什么时候会震荡 所以涨很高的股票 不要去做追高 永远都会有好的买点 或者会有别的标的可以买 比如说秦城我认为又可以买 今天盘中最高240涨4.8% 这两天涨是落后银帮蛮多的 但我认为后面会慢慢再跟上 那240的高点跟249的高点其实也所差不远 随时会过高 9月份美系新客户 美系客户的新订单开始拉货 第四季会拉很多单季上看4块钱到5块钱 明年上修到18到20 乘以20倍你就会知道说股价空间又在上修上来 股价空间又出来了 所以我就说前面这高点 要过绝对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银帮不必在追 秦城也不错啊 那当然银帮之外秦城之外也还有 那这一波从6月份以来 我们的AI标舞班真的就像我说的 专注AI 大买AI 大赚AI 不只6月如此7月如此8月进行中 我相信未来一年都是这个样子 那这波我们也非常多的家族成员 我们的会员真的不夸张啊 几十万的都上百万了 几百万资金的都破千万 所以你在年底前想要成为千万富翁的 其实你真的要来找这老师 因为我最坚持AI这个趋势 很多人中间上车看到回档就赶快出掉 上去的又赶快再追回来 杀进杀出其实那个都赚不了大钱 但你就去看我们手上的赚七成八成 一倍两倍三倍的股票一堆啊 银帮行程滑心光就好 三档就好 其实今年就让你指挥票价 那银帮不必再追 行程这边不错 再来还有一档全新的小银帮 在未来这两三天随时要进场做买进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跟着郑老师布局 最新标股小银帮 你知道今天在YT或者LINE上面留言小银帮 加上你的联络电话 就可以抢先进场票 抢到先进场的票 只要在LINE留言小银帮加联络电话 就可以抢先进场票 加上LINE非常简单 就搜尋小组StarMaster 或者扫描QR Code 就可以加入 那每天盘中都会有解盘的文章 那并且加入之后留言小银帮加电话 就可以抢先小银帮的进场票 赶快把握机会 祝大家超出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产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